铁胆神侯为了正大光明地铲除成是非 污蔑金刚不坏神功是一门邪功 成是非一旦无法驾驭金刚不坏神功 就会变成一个失去理智的怪物 因此铁胆神侯欺骗上官海棠 他想要加大考验的难度 成是非能不能活下来全看天意 如果成是非能通过考验呢 那一副就要接受现实 好好地想一想 怎么去琢磨这块万事 那么明天就要看他的造化了 四日中午 成是非穿着一身骚包的衣服 如约道来接受铁胆神侯的考验 铁胆神侯派出了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任务 他要成是非从护龙山庄中 找到单书铁券和上方宝剑两件宝物 成是非文言提出请求 表示他没有见过两件宝物 希望铁胆神侯让他先看看两件宝物的样子 铁胆神侯没有拒绝成是非 让人将两件宝物端了上来 成是非见到两件宝物两眼放光 对着两件宝物又摸又抱 像是在抚摸自己的爱人 这种赖眼睛的行为 属实让铁胆神侯看不下去 让成是非赶紧接受考验 哪知成是非刚刚答应 云罗郡主突然到来 他已经得到正德皇帝的允许 可以一同接受铁胆神侯的考验 既然是皇上的旨意 那本侯就破例一次 让你和成是非一同接受考验 铁胆神侯不敢捂逆正德皇帝 答应了让云罗郡主接受考验 可让云罗郡主不明白的是 铁胆神侯离开后 成是非竟然没有急着寻找两件宝物 反而悠闲地吃起了叫花鸡 还顺便用树枝削了一根发簪 撩得云罗郡主春心荡漾 这让云罗郡主很是不解 认为成是非明显是在浪费时间 总之这个大内密探我是坐定了 干嘛这么有信心啊 因为 成是非玩起了小心机 他利用观赏两件宝物的机会 在宝物和木盒的身上 全都抹上了灵粉 这些灵粉一旦到了晚上 就会发出光芒易于寻找 可让成是非没有想到的是 他在晚上来到护荣山庄时 发现到处都散发出灵粉的光芒 看到这里分享一个小秘密 如果你想了解汽车的真实销量 直接打开懂车地 买车选车不迷茫 哎 干嘛 你看一下 看来你的轨迹 已经被皇叔给识破了 成是非的算计被铁胆神侯识破 只好收起了自己的小聪明 老老实实地寻找了起来 他和云罗郡主寻找了整整大半个时辰 都没有发现两件宝物的踪迹 这让成是非大发雷霆 你个老乌龟老狐狸老顽固 竟然敢玩你祖宗我成是非 成是非的目光被金色龙头吸引 他想着即便无法通过考验 也要将这个纯金所造的龙头带走 这样才没有白来一趟 谁知就在成是非拆卸龙头时 触发了隐藏的机关 带着云罗郡主掉落下去 来到了护龙山庄的弟弟 开始接受真正的考验 考验的第一关 是一个机关案件密布的空档 幸好成是非听力过人有了准备 带着云罗郡主左躲右手 避过了所有射来的利剑 成是非更是用嘴接剑 替云罗郡主挡下了致命一击 妥妥的英雄救美 让云罗郡主的心跳加速跳动了起来 云罗郡主好不容易回过神来 却发现成是非的肩膀中了一剑 更加倒霉的是 剑上还抹了剧毒 就在两人担心之际 上官海棠打开石门走了进来 你想干什么 想跟我单打毒斗啊 这个九花玉露膏 是护龙山庄独门秘制的上等金创药 会有效的 谢谢啊 上官海棠将九花玉露膏交给成是非后 宣布他通过了考验的第一关 接下来还有第二关和第三关 随后便转身离开了密室 就在上官海棠离开后 一阵耀眼的金光出现 差点亮下了成是非的双眼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黄金 就在成是非被黄金吸引时 上官海棠出现带走了云罗郡主 留下了成是非独自接受考验 郡主 郡主 这就是本公子还没使出的一招 叫兵服验诈 我们自会小心照料郡主的 你就用心过这一关吧 我又没见到你们护龙山庄 什么时候有这么光明正大 呸